其实他希望的是什么 有用的嘛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比较 比较直接的一个同理的方式 就是说你一定很希望 自己能够再多爱家人一些 你一定很希望 自己能够再多帮忙家里一些 是这样子的吗 所以这样子一个同理 是不是就回应到 他的那个心情的那个部分了 好我还能够做什么 他一定有很多想要做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回过头来问他说 所以你可以说一说 你本来想要做些什么吗 你还有什么想要做的事情 也许可以说来 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好 再来找不到未来啊 病人常常说 活着如果只是受苦 病人那个苦 那个受 尤其像我们 我常常 我觉得很 每一种癌症都有不同的辛苦 对不对 头颈部的癌症辛苦在哪里 没办法吃啊 对不对 然后整个肿胀啊 然后那个痛啊 那个 那个 癌症侵犯着他的这个 棉膜 然后连张嘴都是困难的时候 然后那个连呼吸 都很辛苦的时候 然后整个头很痛 对不对 因为他压迫让他整个很不舒服 好 那其实那腹部的疾病 他有可能吃不下 恶心呕吐啊 然后 常足摘啊 等等的 好 各种不同的癌症 有不同的痛 对不对 然后很多的病人在痛里面就讲 活着如果只是受苦 为何不让我快点离开 然后这时候我们他的心情是什么 他的心情是什么 绝望 对不对 然后这时候 会不会有人同理他说 你一定很想快点死 会这样吗 我告诉你 很多人在学同理心的时候 就是学到语句而已 所以他就会想什么 为何不让我早点离开 他就说 所以你希望赶快死掉是吗 不是这样 所以在那个苦里面 在那个苦里面一定有很多的辛苦 你这一路以来是怎么走过来的 对不对 这个苦你是怎么逃过来的 好 日子是该怎么走下去啊 对啊 这么辛苦 然后又 日子又就是 疾病又不断的有恶化的那个状况 对未来好多的茫然 对不对 你一定很害怕 接下来的路 该怎么走下去 你一定有很多的担心 或者是 在那个过程当中 你会不会想要知道 多一点什么知识来帮助自己 有好多可以回应他 但重点是 如果我们没有机会去读懂他 背后的那个担心 跟那个害怕焦虑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对应的语言 去回应给他了 好 我还有很多事要做老天爷为何不给我时间 老天爷为什么会不给我时间啊 然后我们有一些 有一些工作同仁啊 他就把 他就把重点放在老天为何不给我时间 然后他就会说 这你真的要问老天 这你真的要问老天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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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千万不要笑 我跟你讲 很多的医师啊 我没有毁谤医师的意思 但是 我们真的是看到 就是 他们太反设式的想要回答病人的问题的时候 但是他就会说 那你要问老天母 我有没有办法告诉你 那时候我们就想 就是说你下次可以换个方式去讲啊 他说 换什么方式呢 我说那为什么他会讲这些句话呢 对不对 他一定有想要做些什么事情嘛 所以就是问他 那你那个很多事情要做到底是哪些事情 所以细细的把话抽出来看 我们都觉得好像可以怎么回答 可是当站在病床旁边 然后病人就是直接问你那句话的时候 你还真的会被他问倒的 病人常常问说 我还有多久可以活 对不对 我会不会要死了 这句话 我们在安宁考试的时候常常被考 但是每次当病人这样问的时候 心里还是会觉得好难去回答他那句话 好 所以整理性的把话抽 病人会什么慌乱 那会什么失智 不是老人家的那个失智 是志气的之 会找不到一个生命的意义性的东西 然后荒乱会突然觉得那我 我在哪里 然后我又代表什么 然后突然之间觉得 我是不是过去的所有的努力都不重要了 当我的功能没有的时候 我的存在价值又在哪里 当我本来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 然后我现在只是一个病人的时候 我还是我吗 好多的怀疑会出现 这些都是病人常出来的一个问题 好 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看到 在病人生病的那个过程当中 他要面对的是什么 他了不了解这个病情 病情的认知很重要 对不对 那有些人他就说 他就是生病了 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说 对他生病了 而且他生病了很严重这样子 然后像我们最近有一个 就是舌癌的病人 然后他之前状况 症状还在做集体治疗的时候 那他也是伤口很大 然后他上一次就是之前在集体治疗的一个阶段 他也曾经有过大出血 那那一次的时候 因为还在集体治疗的过程当中 也从来没有人跟他讲过 爱你疗护的东西 所以当他大出血的时候 他那时候就紧急的出血 那紧急的出血很幸运的是 他有因为这个出血 有把症状稳定住 然后所以他中间又做了 小小的一个治疗跟化疗这样 但是随着岁月的流种 他现在已经走到的末期阶段 因为他的伤口更深了 然后病况更重了 然后这个时候 当我们跟他的家人提到说 如果他有很可能 因为那个这个颈动脉的附近很危险 然后如果这一次 癌细胞再吃到那个颈动脉 然后有可能突然之间血管就会怎样 大出血 那这时候大家有没有想过说 如果再一次发生的时候要怎么样 然后家属就说了 家属就说上一次他也是大输血 我们就是还是给他输血 有救了啦 所以这次我们觉得应该还要再输血 所以突然之间我们都觉得 他想的好难让他去理解 就是几个月前的那个状况 跟几个月之后已经不一样了 可是对家属来讲怎么样 都是大输血啊 对不对 那怎么舍得放 其实家属是舍不得 对是因为舍不得 然后病人自己也在家属的期待之下 他告诉自己什么 我要拼下去 是不是很多这样子 所以对病情的认知 要知道它是一个阶段性 病情这样子起无 在不同的阶段 会不会有类似的症状出来 像我常常看到我们的这个病人 他一开始我都会说 那一开始怎么发现的 就突然觉得人没有力气啊 然后会发烧 好像就是就是好像发烧都没有办法 就是停下来 就常常就会一下就发烧 一下就发烧 然后不然就是吃不下啊 怎么了 这些状况 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 然后治疗好了之后 复发的时候有没有这些症状 有 到末期阶段有没有这些症状 有 所以症状它在不同的阶段 它都会用同样的方式 或者是类似的方式展现 但是它代表的意义一样吗 不一样 所以有没有机会去做病情的认知 去了解 好 这边讲的是关系的复杂 在生命的世界里面出 我们刚刚都是讲它本身的 对不对 但是它本身会不会牵制到家庭 不会 家庭会不会牵制到家人 对不对 我们现在的社会 比以前开放多元多了 然后也因为这样 会不会产生很多的关系的复杂 那当然啦 我们讲的什么小三小四这些 在病房当中其实就是不少见 也就是还蛮多见的这样子 处理的好也就没事了 处理不好的话 会觉得说三生无奈这样子 那有一个爷爷 他在照顾他太太的过程当中 他太太一直埋怨的 就是说他一辈子在他们家 就是坐牛坐马这样子 然后没想到生病到最后 他老公竟然就是 还不愿意就是多陪陪他 他就想要他老公陪他 那我们就去跟阿伯讲说 阿伯你要看到就是 阿伯这么辛苦哦 那你可以的话就陪陪他这样子 阿伯跟我讲说 你知道吗 世界上再也找不出像 第二个像我这么专情的人了 我想说阿伯你怎么觉得你很专情 我看你就没有很专情啊 因为就我知道他还有女朋友啊 就是有时候还会下午的时候 偷偷跑出去就不在病床旁边 然后阿伯就跟我讲说 我很专情哦 因为我一次只交一个女朋友 他的理解是这样 后来我又跟他讲说 那这个跟我讲没关系 不要跟阿伯讲 不然阿伯会怎样难过 对不对 好 所以关系的复杂 也是在我们平常的那个 经济的复杂这个当然可以理解 照顾人力上的需求 沟通的一个障碍 沟通当然不一定是值得 就是平常讲话当中 认知上的不明白 有时候是因为 像我刚刚讲的 蛇癌投进来的病人 他容易沟通 不太容易 有时候要用写字板 有时候没有办法用写字板的话 好像又还要去猜 去就是重新的去跟他理清他的一些想法 那会有家庭里面意见的分析 有的人觉得应该要积极 有的人觉得应该要安宁 有些人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要怎么安排 要接回家 有些人觉得说应该要找安养中心给他 各方面的意见都有 遗产的分配后事的处理等等的 这么多的问题 其实都反要在病人 所以生病忙不忙 很忙 真的很忙 要得到好好的休息 其实也真的蛮不容易的 好 所以啊 这个是一个笑话 他说有一个罪汉 不小心从三楼跳下来 应该路人围观 然后也有远远围观 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他说 我不清楚的 刚到 很好笑 可是我告诉你 很多的病人啊 他的状况很像耶 因为他就是 他的疾病不在进展吗 对不对 然后 可是他虽然自己是病人 可是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不知道 他自己也是茫茫然 我们再看一次 这么多的事情 如果他不是一个 平常就习惯去整理自己 生活一些事物的人 或者是等等的 他一下子突然之间 这些全部都来了 本来 本来小三是 那个 就是看不见的 一下突然之间跳出来了的话 会不会影响 本来 老婆偶尔还会来照顾他 一气之下不来照顾 马上问题就出来了 所以对他来讲 这个 对他来讲 很多病人说 我不清楚 因为我刚到啊 这样有了解 所以不要以为他 就像我 我以前 我常常会觉得说 他已经走到生病这么久 然后已经走到生命的末期 那应该对于生病 对于生命这件事情 他有基本的了解 跟体会 可是很多病人是没有的 他甚至还会问说 我现在很严重了吗 我想说 从后到尾 我真的没有看到你不严重的地方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 我对疾病也不是了解的时候 我甚至连那个阿嬷 我刚进病房的时候 我不了解 什么是末期 那时候还没有 就是先上过课 我是临时接那个业务的 然后一去的时候 病人的呼吸不是会很缓慢吗 一分钟说 一定只有五次的呼吸 这么慢哦 然后我在那里看到 我就没有呼吸耶 赶快按红灯 护理师来了 说什么事 我就说他没有呼吸了 然后那个护理师量一量 他有啊 然后又回去了 然后我就看 诶 好像有没有 又赶快按一下你 所以连 我自己不懂 然后我不知道 原来病人他自己也不懂 对 我都以为他们自己是老师 他们都懂这样 所以年轻的时候 有很多错误的这个状况 好 所以在我们自己来讲的话 我常常在讲说 害怕自己在面对 混乱和崩溃的时候 什么也没做 就是助人者面临痛苦绝望时 改靠不安的主因 为什么要在这里插上这句话 是因为我们接下来 不是会讲 会讲很多的一个故事 然后会讲很多的 病人的这个 心理的想法 或者是什么 那我好害怕的是说 因为我们讲出来的例子 大家会觉得说 哦 有有有 你看人家就可以做到那种 所以等到自己身边 如果有亲朋好友 碰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大家也好努力的 想要去做一些什么 但是这不一定是需要的 所以我们要讲的是说 我 因为我不能够举个例子 告诉你我什么都没做 这样这堂课大家都会说 我听来听起来听到没做什么 所以我举个例子是我们有一些作为 那是比较明显的例子这样子 但是不代表说 每一个病人身上都有 这样子一个需求 立即的一个展现哦 所以不要因为害怕自己 不要因为害怕自己 什么也没做 所以就随便做 这样有了解哦 这很重要 好 所以在病人的这个心理需求上面 我们就接着进来看哦 末期病人会有一种什么 不确定感刚刚讲的那个慌乱 其实跟这个不确定感 有某一种程度的接近哦 他在讲什么 有人想要知道 有的人却 你愿保持的不确定 有些病人说 你什么都不要告诉我 反正我知道我就是这样的 那多的你都不要讲 可是有些病人他会问 我还有多久可以活哦 所以他说可不可以告诉我 死的希望是怎么样 有一个年轻的 我很印象很深刻 有一个年轻的小姐 那他自己自我整理很好 然后他也很坦然去面对死亡 因为他接受了人终究有一死 生命的灿烂 生命的光彩 他在这个他年轻的岁月 他已经体会过了 所以他说他觉得 他不用去经历那个病 他经历的病 他不用经过老神那个阶段 他给自己的解释是 我可以在我生命 还是很灿烂的时候 虽然我生病了 但是至少我享受过青春 我享受过年轻 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是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死的时候是怎样 因为既然我可以把自己 安排得这么好 我也希望我就是有所准备 这一下我要怎么告诉他说 你可能会很喘 或者是你会很怎么样呢 其实不一定 因为每种状况都有可能发生 突然之间问倒我了 所以我就在想我就问他说 你要知道的是 是一个真实的状况 真正的一个症状的一个展现 如果是这样 那以你目前的状况 我大概比较知道 你可能会有一点点喘 不过我们会给你一些药物这样子 但是我回答完这个问题之后 我多一点的问题是说 你是不是也会有期待 有人可以在这个时候 跟你谈论有关于死亡的这个问题 你会不会想要去多谈一些 就是说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你心里面的那一份就是想法也好 感受也好 或者是那种各种的念头也好 我就说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可以谈一谈 虽然我没有经验过 但是我陪了很多的病人 在这个阶段里面 就是大家都会有 这样子一个疑问的产生 去陪伴他 那他也说 我努力过 但是症状还是控制不了 现在我选择接受 只是等待了这段日子 心里还是会焦躁 这个病人是一个律师 然后 医师告诉 因为他要很清楚知道他的病情 然后他也不必会知道自己的死亡 然后他的身体开始出现子斑 就是症状开始出来 他看到了 他就问医生说 我大概还有多久可以活 那他要医生很明确的跟他讲 然后医生说 大概差不多一个礼拜 剩下一个礼拜 可是他的精神各方面还很好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去看他的时候 然后他的朋友去看他的时候 他告诉我这样一句话 他说 我接受了 只是等待这段日子 心里还会焦躁 那种 嘿嘿嘿 对 那个没有办法 我觉得去面对死亡 我们说死亡是一道强光 对不对 不可及时 我想没有一个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他是可以那么的 我不能讲那个人 应该说 我 我觉得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有他必须要承接的 那个就是心里的一个压力 好 所以 刚刚有讲关系的纠结 关系的纠结其实好难讲 刚刚才讲的是感情的这个部分 但是关系 讲到恩怨情结 然后 亲情有时候会比爱情来得更让人家 就是难以去释怀 那我这边讲四岁起的盼望 我有一个病人 他很年轻 三十出头 然后到头颈部的癌症 头颈部的癌症 然后到病房的时候 护理师告诉我说 他没有家属 我说三十岁没有家属 通常比较 我会觉得比较好奇 他就说他从小爸爸妈妈就怎样 死掉了 他说他从小爸爸 然后他跟哥哥两个相依为命 然后现在也都没有联络 因为哥哥结婚了之后 他不想要去打扰 所以他就自己一个过生活 一听就觉得说好孤单的人生 对不对 所以他生病的这几年 他都是靠自己 就是自己的过去的积蓄 或者是偶尔打工这样子 就是身体好的时候就去打工 身体不好的时候就是休息这样 所以他都没有家属 然后我才在想说 那接下来 还有一段路 我要怎么去帮忙他 申请一些社会资源 像游戏到末期的时候 可能需要看护来照顾等等的 那正在掌握的时候 有一天啊 然后我们的护理长 周五的时候很慌张 跑来跟我讲 你知道我们公共当中 有时候缺少一些修饰的言辞 但是还蛮贴线的 他说会方会方 我看到鬼啊 然后我听到的时候 我就想说 蛤 我就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就说你不要 不要那个 我们在安宁病房 还怕什么呢 对不对 他就说 那个抹抹床啊 不是跟我讲说 他爸妈很早就过世了吗 可是刚刚有一个老太太来 问我说 就是他要找某某人这样子 然后他就跟我讲 然后他就问他说 那你是他的谁 因为他不是没有家人 他就说 他不是说我是他妈妈 所以这样了解吗 为什么我们护理长会说 对 好 所以我们就赶快去了解 原来是什么 原来是他四岁的时候 爸爸妈妈离婚了 然后妈妈改嫁了 对 然后所以 对他来讲 那个渴望妈妈的那个心 有没有 那么小的时候 为什么我没有妈妈的那个心 所以他 与其告诉人家说 对对对对 他就干脆告诉人家说 我爸爸妈妈怎样 死掉了都不在 他爸爸真的已经过世了啦 可是他就这样子讲 好 所以在这个 在这样子了解的终于可以体会 所以他妈妈来看他的时候 他每次都把背转向他妈妈 他都不看他妈妈 然后他妈妈还带了他自己 后来一段婚姻的那个女儿来 对对对 然后那个女儿还不错 就是陪着每天就是陪着妈妈来看 然后我们就问出 他不是没有联络了 然后妈妈怎么会知道 对对 他居然跟我讲说 是他爸爸托梦给他 我没有要 我没有要在这里传达那个 就是不正确的观念 可是 可是他妈妈是这样子讲 那到底 然后就是到底有没有这样子 我们 我没有深入去问 然后 因为这也不在我问的范围之内 但他妈妈就说 就是他做梦的时候 他爸爸跟他讲说 儿子生病了这样子 好 姑且不论真或假 但是故事就是 又不真实的 表示他 他就是这么发生了 好 然后